俄罗斯官员2号说 俄南部与乌克兰接壤的 布良斯克州发生恐怖袭击 一个乌克兰武装团体 开火打死一人 并劫持一批人质 不过乌方官员迅速否认了这一说法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 告诉媒体记者 这是一起恐怖袭击 俄方正采取措施 消灭这些恐怖分子 同时试图查明 谁应对此负责 俄总统普京正在听取 安全部门有关此事的汇报 普京晚些时候发表电视讲话说 一个乌克兰破坏团体 在俄罗斯边境向平民开火 犯下恐怖主义罪行 布良斯克州州长 亚历山大伯格玛兹 在社交媒体上说 乌克兰一个破坏和侦察团伙 向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开枪 打死一名当地居民 一名十岁儿童受伤 他说乌方还在其他一些边境地区 发动无人机袭击和发射炮弹 俄罗斯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乌方人员还潜入俄罗斯村庄 扣押多名村民作为人质 对于俄方说法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顾问 波多利亚克迅速予以否认 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俄方说法不实 是蓄意挑衅 对于俄方人员